你相信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吗 更疯狂的是 你能想象一个微小的例子 可以影响远在曙光年外的另外一个例子吗 我们的世界远比我们看到的复杂和神秘 那些你以为的常识 其实只是在宏观世界成立 一旦深入到围观层面 一切都将彻底被颠覆 这就是量子力学 一个颠覆直觉 重塑未来的科学革命 然而量子力学诞生 并不是因为科学家突然想要颠覆规则 而是因为经典物理无法解释一些现象 而这些现象就像谜题 逼迫科学家去发现全新的规则 他们总共遇到三个谜团 第一个谜团是黑体辐射的问题 想象你把一个铁条放到火里加热 然后慢慢变红 光的颜色随着温度改变 这是因为温度变高 物体内的粒子 比如原子 有更多能量 能释放出高频的光 这是我们日常都看得到的现象 但科学家们发现 用当时的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 会出现问题 根据经典物理学的理论 黑体应该对所有频率的光都均匀的辐射能量 特别是高频光 也就是紫外线和更高频率的光 应该辐射越来越多的能量 但实验发现光的能量只到了一个高点后就逐渐减少了 并没有出现无限高的紫外线能量 高频能量有个截止点 不会无限增强 科学家们很疑惑 为什么光的能量不会无限增长呢 当时的物理学界 对于能量的认知非常简单 它是连续的 就像水一样可以流动 分割 无限细化 然而黑体辐射的问题让这一切陷入了僵局 这个矛盾无法用当时的物理学解释 普朗克接下这个难题时 并不是想要改写物理学的规则 他只是单纯希望找到一个办法 让计算公式能够与实验结果吻合 这时他不得不引入一个奇怪的假设 能量不是连续的 而是一份一份的 普朗克用能量量子化的假设解释这件事情 能量是分段的 像台阶一样 一次只能吸收或释放特定大小的能量 这就是能量的量子化 他用这假设解释了 黑体辐射中的能量分布现象 比如说低频光像是红光 它的门票很便宜 粒子能够轻松的释放这种光 高频光像是蓝光 它的门票价格高 只有少数高能粒子能够释放这些光 紫外光的价格天价 几乎没有粒子能够负担得起 所以辐射能量减少甚至消失 也就是说光的能量不是可以随意是多少 而是以固定大小的形式存在 普朗克提出这一点 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 这假设对于当时的科学观念来说 简直就是异端 普朗克自己也很挣扎 因为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规则 他只是希望他可以帮助解释黑体辐射的现象 这更像是数学上的权宜之计 而不是对于自然界真正运行的信念 普朗克在早期甚至怀疑这个假设是错的 只是没想到后来实验一步步证实 能量量子化不仅仅是一种数学上的工具 而是真正的自然法则 也正是因为如此 普朗克被视为量子力学的奠基者 但他自己对于这个孩子却是充满着矛盾与抗拒 第二个谜团是光电效应 他探索的本质是光的颜色和亮度有什么不同 假设你用光去照一块金属 会发现有些颜色的光 比如说蓝光 可以敲出金属表面的电子 让电子跳出来 但其他颜色的光 比如说红光 不论怎么照都没有效果 哪怕你把光调得很亮也不行 这让经典物理非常尴尬 如果光像水波一样连续 理论上更红的红光 应该也要能够敲出电子 这时候爱因斯坦提出 光不是像水波那样连续 而是由一颗颗能量包 光子所组成 每个光子的能量 由光的颜色频率来决定 蓝光 高频光 每个光子的能量高 像重锤一样可以敲飞电子 红光 低频光 每个光子的能量低 像轻锤子一样 无论多亮都敲不动电子 而光的亮度决定了锤子的数量 但每个锤子的力量是固定的 所以数量再多也没有用 也就是说频率决定光子的能量 而不是亮度 这一点揭示了光的粒子性 并支持了普朗克的量子化理论 总之敲出电子需要最小能量 金属中的电子就像被困住的小球 只有吸收到足够大的能量 才能够跳出金属表面 一个光子敲一个电子 光子不能联合起来凑能量 爱因斯坦当时凭借光电效应的解释 成功拿下诺贝尔奖 他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光只是一种波的传统认知 这个发现让光的粒子性得到实验支持 也进一步巩固了普朗克量子化的概念 然而尽管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起点上立下了大功 他却始终对于量子力学的核心思想抱有疑虑 特别是量子力学后来发展出不确定性和概率性 让他非常不满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上帝不止骰子 意思是他无法接受自然界的基本运作是由概率主导 对于爱因斯坦而言 量子力学虽然在实验上成功 但他缺乏一种直观的因果关系 这与他对于统一规则的追求相悖 他更希望找到一个比量子力学更深层次 更确定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这也导致了他与以波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主流学派之间 激烈争论 爱因斯坦还试图指出量子力学的不完整性 然而量子力学的发展最终证明了爱因斯坦的怀疑并不成立 但他的挑战却推动了物理学更深的探索 第三个谜题是 双缝实验 实验让电子穿过一面有两条缝的挡板 然后观察它在屏幕上形成的图案 结果让人匪夷所思 不观察的时候 电子像波一样 同时穿过两个缝 形成干涉条纹 也就是波的特性 观察它的时候 电子就像粒子一样 只穿过一条缝 干涉条纹消失 这样的突破代表粒子有玻璃恶像性 电子的行为取决于是否被观察 不观察的时候 电子处于一种叠加态 像波一样同时走多条路 被观察的时候 电子会坍缩成粒子 只选择一条路 它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只有在被测量观察时才会确定下来 双缝实验显示了量子力学神秘之处 观察行为会影响粒子的状态 总之 黑体辐射 光电效应 双缝实验这三个实验 当时都像是未解的谜团 它们打破了经典物理的框架 逼着科学家们重新思考 微观世界的规则 在宏观世界 我们直觉告诉我们 物体的位置 运动 能量 是连续的 且可以确定的 但当我们缩小到电子 光子 原子 这些极小的粒子的时候 微观世界不再是确定 而是基于概率 它们行为像波 又像粒子 这些谜团最终引领我们发现 量子力学的基本规则 总共有五个核心规则 第一个是能量量子化 能量是分段的 而不是连续的 第二个是光的粒子性 光既是波又是粒子 取决于观察方式 第三个是波粒二向性 粒子在不被观察的时候像波 观察后坍缩成粒子 第四个是测量改变系统 观察行为会改变粒子的状态 第五个是行为的概率性 围观世界不是确定的 而是基于概率 难而量子力学的探索 并不会止步于此 当我们将目光从单个粒子 转向于多个粒子系统的时候 我们发现更加奇异的现象 量子纠缠态 纠缠态是量子力学中 一个更高层次的现象 它从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自然延伸过来 并成为量子物理学中 最令人着迷的特征之一 在量子力学中 粒子在没有被测量时候 可以处于多种状态的叠加 如果扩展到多个粒子系统 这些粒子的波函数 也可以叠加 但它们之间的状态会互相关联 形成一种独特的联系 这就是纠缠态 从单个粒子的叠加态 拓展到多粒子系统 就会自然导致纠缠态的出现 这是一种多粒子叠加态 但它的特性更加特殊 测量其中一个粒子 会立刻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 无论它们距离有多远 假设两个纠缠的粒子 如果你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旋转方向 另一个粒子的旋转方向会瞬间确定 这种同步性挑战我们对时空的直觉 纠缠态展示了多粒子之间的非局部关联性 它告诉我们 微观世界中的粒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 展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行为 虽然量子力学描述的是微观世界 但这些规则的累积结果 也会影响我们的宏观世界 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技术革新的大门 量子科技正是基于这些原理 发展出量子计算 量子通讯 量子改测等革命性的技术 比如说量子化 它能够控制能量跃迁的精准技术 实现能量的精确控制 支持激光技术 量子计算 玻璃二相性允许量子比特 以波的形式进行叠加计算 并同时处理多个可能性 但在测量的时候以粒子的形式产生具体结果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优化问题 大数分解 模拟复杂系统 在测量影响系统这个部分 可以利用粒子的敏感性 检测极微弱的讯号 比如磁场引力波 就可以运用于地质探勘 找到地下资源 也就是量子磁力计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奥秘 也就是量子引力波探测 在叠加态的部分 允许量子计算督路并行 实现高速处理 传统电脑就像一个人在迷宫里找出路 一次只能走一条路 量子电脑像是分身无数的人 同时走遍了所有的路 快速找到出口 它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加密 分解大数 也可以帮助我们模拟复杂分子结构 加速药物的开发 在纠缠派的部分 可以实现量子通讯 纠缠态就是两个粒子 即使相隔很远 它们状态能不能够彼此联系 改变一个粒子的状态 另一个粒子会立刻响应 运用在量子通讯的话 就是利用纠缠态实现完全安全的通讯 任何第三方的干扰 都会破坏纠缠态 从而暴露窃听的行为 最近在量子电脑领域 也出现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 传统计算机它是基于经典物理 依赖二进制零和一的运行 它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运算步骤 计算效率受到硬件速度的限制 当它涉及到大数据 优化问题或分子模拟之类 需要尝试无数可能性任务的时候 传统计算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 就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叠加态 量子比特可以同时表示0和1 允许量子电脑一次探索多条可能的路径 实现并行运算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量子比特 它可以同时处理两种状态 使者量子比特数量增加处理的状态 呈现指数的增长 想象你站在迷宫的入口 普通电脑需要一步步尝试每条路径 而量子电脑像水流 一次会涌进迷宫 所有错误的入口的水波会互相抵消 最后水流只会留在正确的出口 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前 人类的目光只停留在看得见的世界 但正是因为勇于挑战直觉 追逐未知 我们才能够揭开自然界最深的秘密 量子电脑就是人类将这些规则 转会为力量的第一步 它不只是计算的工具 而是一把打开未来的钥匙 帮助我们破解宇宙的谜题 设计出治愈疾病的分子 甚至改变我们对于智能和创造力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告诉我们 未知并不可怕 甚至最难以理解的规则 也可能隐藏着无限可能的力量 量子力学正带领我们走上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答案可以同时存在 规则可以被改变 未来可以被重塑的时代 所以如果你觉得某些问题难以解决 不妨换个角度 甚至换个规则去看待它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确定性并非一切 可能性才是宇宙的本质 这不仅是物理学的真理 也是我们面对未来的智慧 毕竟世界的进步从来都不是直线 而是一场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冒险